主播圈 你知道男生是弱勢的 不認識的親友常會問 誰心水多 我很感謝我當時老闆 他有同樣的頭 對 顧及我的面子 我們薪水條是 本薪加上津貼 因為我跑社會記者 加了津貼 扣掉老保 健保 所有的費用扣完 最後一欄實際每個月化播 贏了 因為親友會問說 誰高 我已經講說恭喜我 可是不會再繼續問 是補高多少 你講說三塊求掉了 沒有 三塊我就不講 不能講… 夫妻分居 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不OK的狀態 對 空間要有 我覺得最理想就是買一層 然後一層兩戶 然後我們住對面 這樣 一吵下去直接到對面 然後也在同一層 我也看得到你在幹嘛 你們兩個有曾經吵到 好 我睡外面 我們不可能 對啊 不過我們剛剛面對的 沒碗必有連結 還是吵到去外面睡 沒有 我們面對的那問題 沒有私人的空間 到後來就解決了 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一直纏著我 跟我睡睡念 我就說我們應該要換一個大房子 後來換了比較大一點的空間 真的問題就馬上解決了 當他想要找到我 看到我人的時候 他已經忘記 他剛剛到底在跟我歡什麼 這麼大 你們家那麼大 就算太平了 他只有我們空間以後 再炫富 沒有 就可以避開衝 甚至要起碰台衝突 這個是男人自尊 自尊 收入差距 造成自尊的差距 像那個男生懶在椅子上 這個是家裡 在我們行業主播圈 你知道男生是弱勢的 我們是稀有動物 我們再怎麼播黃金時段 都是女生 對 女主播比較吃香 自從盛竹如之後 有幾個男主播當家 真的 晚上 很少 幾乎 為什麼 因為看新聞的觀眾男生居多 所以要在這個部分跟他PK的話 我們永遠是準備輸的 對不對 不認識的親友常會問 你們兩個年紀基本上一樣 進公司時間一樣 基本上也是同一個時間 記者轉主播 幾乎都同時 甚至收入還比你高 沒有 就是問這一點了 他就說你們資歷年紀都差不多 直接這樣問 很多親友都會問 你們兩個都是主播 要倒一個身體比較高 像看那些 都一定會問的 結果 我很感謝我當時老闆 怎麼了 我老闆當時叫做饕哥 他的太太也很厲害 所以他非常 沒有 錯 他有同樣的痛 對 顧忌我的面子 對 你知道我們的薪水條 我也是男人 我們的薪水條是 本薪加上津貼 因為我跑社會記者 那個要活長什麼的 我們危險 我們有津貼 加了津貼 扣掉老保 健保 所有的費用扣完 最後一欄 實際每個月劃播 本身多三塊 贏了 我三塊贏了 三塊 三塊 憲哥… 男人的自尊心 就只有這三塊 一塊也是贏 真的有道理 因為親友會問說 誰比較高 誰高 誰比較多對不對 我一定講說 恭喜我 可是不會再繼續問 是高多少 你講是三塊求掉了 沒有 三塊我就不講了 不能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宥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 最好算 三粒嚴選 最滑算 你記得來看我 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粒嚴選 得多分 至於 不